我從來都不會隱瞞別人的歲數 我幾歲又怎樣 我活得很好 我只是看我是否比昨天開心 47歲的Ivy向來浩洞 試過跑馬拉松、打拳 今年積極健身 更加跨出人生一大步 參加了兩次健美比賽 其實去年11月開始 已經勤力了一點 因為去年回過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很辛苦 時間很長 令我的腳傷又出來了 沒有做那份工作後 想鍛鍊好身體 所以我教練時都說 為何你散得那麼緊 因為腳傷加上那段期間 上班的人沒有運動 吃東西又不定時 整個人都軟了 沒有目標就是我的目標 覺得自己比昨天更開心 健康比昨天 我已經覺得很好 我不想想太多 Ivy起初提起參加健美比賽時 家人不是太支持 但看著她的明顯轉變後 慢慢就改變了態度 我剛開始說玩健身體參加比賽時 她都說 看你熬得多久 三分鐘熱到 又是 然後她看到我有些成績 她看到我真的有恆心 有毅力去做這件事 兩次都有來舉牌 看到自己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人 在跟你打氣 舉著牌 不怕手很累 那一刻很開心 很感動 外表年輕的Ivy 已經有一個23歲的兒子 兩母子更加曾經被認為是兩子弟 別人說我像兩子弟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取決於 我跟她的相處態度 經常提起自己 有甚麼要跟她說的三句之內很完美 否則第四句 青少年會反白眼 如果就算不是這個樣子 我的性格都像她的姐姐 多於像媽媽 以前會經常在自己的缺點上 做了這個運動後 我在台上這麼大膽地表現自己最健康 最漂亮的一面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我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缺點要這麼專注 繼續參加自己身體好 令自己的目光 不要那麼欺負 起碼我現在自信了很多